例如说假设我想要去看这边增加 针对这个2014年增加 所以分析说明增加的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2013到2014综合所得总额增加15.43 有看到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说明这件事情 所以先关掉 重新点分析里面说明增加的情形 然后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 他觉得以我们现在这些来做分析的话 有看到这是增加减少 那其中如果以行政区 因为我们的这个这里面有两个单位 一个是村里一个是乡镇市区 有看到村里 以乡镇市区来看 这是乡镇市区 综合所得税 我们来去看各年跟乡镇市区的关系 他觉得在这个地方 大安区它的成长是最多的 多多呢 0.06个10亿 有看到吗 然后这边 这边都是 这个意思都是成长 所以今天一定要教你瀑布图怎么画 再来 再来 我们看完了 看完了这一个叫做 乡镇市区 12区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去看 因为剩下还可以看什么 就是这个 村里 什么里 什么里 成长最多 这个里 东昌里 第二 第二 因为实在太小 明辉里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是他帮我们算出来的 那 在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去看什么 减少 分析里面 分析里面 说明减少的情形 好了 在 这个地方 我们关心的是谁的减少 例如说 大安区的减少 有看到 大安区这边减少 39个百万 好 那又以哪一个里的减少最多呢 在这个地方 东昌里 东昌里 可以知道我现在我们透过 他自动分析告诉我们这些资讯 可是 我们应该要自己来去算 自己来去算 怎么算呢 空白地方点一下 我们就先看 行政区 行政区就是这个 乡镇市区 所以一样用 群组直条图 群组直条图 里面 勾选 勾选 乡镇 市区 乡镇市区 是不是应该在轴这边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要勾选 众合所得税总额 然后建议是把这个众合所得税总额 因为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去看的是另外一个关系 什么关系呢 就是他的比例 肖长 在这个地方你应该可以看到 不管你去看 2015年是不是大安区最高 2014年也是大安区最高 对吧 好 可是我们通常还可以再去比另外一件事 就是刚刚他是不是告诉我 谁成长最多 谁降低最多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把这张资料表改成什么 改成所谓的将值显示为总计百分比 然后接下来接下来我们一样按照按照什么来做排序 GT来去做排序 依序用总计 综合所得税的百分比GT来去做排序 大安区还是会排在第一顺位 好 我们接下来去看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去说明说增加 增加 你有没有发现以各行政区来去看的话 增加最多的应该是这个 什么 士林 中山 松山 有看到吗 有看到这件事吗 好 我们来去看这边 是不是告诉我们这件事 就是增加 2014年是不是增加 这个有增加 但是只有增加一点点 那个百分比可以吗 这个增加是不是增加比较多 这个 士林区告诉我们说 它跟 就是整体来去看的话 它增加比例是比较高的 好 滑鼠右键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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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增加的情形 在这个地方 我们来去看 这边是不是有行政区 它告诉我们说 以数量来去看 这边是不是0.06个10亿 这边是0.05个10亿 这是看什么 数量 这是看数量的增加 然后呢 这边是在看什么 这边是在看百分比 整体百分比的变化 所以2014年 2014年 看到看到 它的一个变化情形 以 士林 中山 还有松山 它的一个 就是整体百分比的一个上升 这边这三个趋势增加的 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在看什么事情吗 好 那相对你去看 2015年 大安区是下降的 有看到 好 这两 这分别看的事情是不一样 一个是拿 数来去看 一个是拿 总体百分比来去看 这件事 可以吗 所以我是要告诉各位 我是要告诉各位 其实拿数来去看这件事情 这是一种看法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以总体百分比来去看 它到底那个跟整体的一个变化情形 好 请你们动手来去做右边这张 右边这张图 叫做各乡镇市区的总体百分比 好 那我们来继续观看一下 如果说我们现在去做第一个 第一个分析应该是说 各年各年的一个所得税的统计分析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想要继续来观看一下 假如说我现在呢 我想要去做什么事情 像我们刚刚已经大概看到 其实这个年 这个年应该把它变成 不是阿拉伯数字 应该是类型 这边才会出现比较正确的内容 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样去做修改 好 修改 修改这个年 我现在之所以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是我想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因为这个年 他这边有做了20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对不对 可是我们等一下是不是有105年 105年资料只要放到那个资料夹 这边做重新整理 所有我们刚刚曾经做过的函事 这就是我们做过的函事 他会自动帮我们做运算 可以了解这件事吗 还有做形态的转换 好像例如说 这个年 我应该是要把它换 换成什么 不是数字 是文字 好 所以怎么把这个年换掉 接下来我就点常用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这三个动作 然后接下来呢 我必须要把刚刚算出来的这个年 因为年是我后来新增加出来的运算 所以不在这里面 我必须要在什么地方调整 我要直接在那个模型 模型里面 针对这个年 年有看到吗 就是模型里面 我是要针对年 这边有一个资料类型 我要把它换成是文字 这样可以了解 就是说因为原始的 原始的这些资料 原始的这些资料呢 我们会放在什么地方 会放在模型里面去做建模 但是这是我额外产生出来的年的资料 我可以去设定它的资料类型 不是小数 也不是整数 而是文字 改成文字之后呢 你这边看到是不是 2014 2015 2012 2013 记得要把它做排序 排序 按照什么来去做排序 年 然后呢 是地增还是地减 地增 2012到2013到2014到2015 可以吗 我们 我们如果说是自己算出来的资料 我们必须要再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要请你先点一下 年 然后接下来请做模型 然后把资料类型改成文字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一下 你们在这个地方大致上 大致上可以要理解一件事情 我们现在看的是什么 就是说在各年 各年 例如说假设我们现在去看 2014年 2014年 你有没有发现 内湖区 内湖区它是下降的 然后 再来文山区它是下降 可是 就是说假设我们来看前三个 就是收入最多的 所得税最多的行政区 可以发现 大安区 它是增加一点点 然后 士林区也是上升 然后可是内湖区 它是下降 到了2015年 可以发现一件事情 大安区跟士林区 它是微幅下降 但是在内湖区 它是成长的 可以了解这件事情吗 我只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以数量来去统计分析的时候 我们是要看这件事 那我们接下来 假设我现在 我想要做一件事 这个地方 这个行政 每一个县市 每一个行政区 行政区 做完这个分析 你是不是会 再分析一下 各村里 各村里 它的一个销售 它的一个什么 综合所得税的总额 可是 当我们今天来去做这张图 当我们来去做这张图 我们在比的是什么 例如说 这边有一个村里 我们画的是这张图 群组直条图 的综合所得税 然后我们可以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个合计就不要放进来了 合计 合计 怎么拿掉 这边是不是 假设我今天我要去看那个 各所有行政里 例如说安东里 它叫多少的综合所得税 总额 新安里 叫多少综合税的总额 对不对 可是这么多的家总 就是这一个合计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把合计拿掉 合计怎么拿掉呢 在这个地方 筛选 筛选 请把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叫做村里 村里的全选拿掉 所以你先勾全选 再来把全选 应该怎么选呢 这是针对某一个项目 好吧 那我这样子很难把那个全选拿掉 不是全选 合计 对不起 我应该只要把合计拿掉 合计在这里 把合计拿掉 我要呈现是这张图 可以吗 可是这张图 它有一个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安康里 我不晓得有多少人 假设安康里的人数 它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数值这样呈现 其实来去做比较会有不公平的现象 对吧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举例来说好了 假设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把那个 安东里 安东里 或者是这个叫做 安和里 和安里 和安里 他的那个 综合所得税总额算出来 这是很简单的一张报表 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我觉得 假设这个里 要是里名人数很多 你这样子要比较 就会变成比较不公平的比较 对不对 所以假设我们现在就看 到底 就是说 平均哪一个里 所得税总额缴的是最多的 这件事情的话 我们应该是拿人口数来校正 有听得懂我现在说的意思 好 所以我现在要教你们 就是要做 做这个 有经过人口数校正的一个算法 然后我们来去看说 到底哪一个里会排在第一名 好 这张报表我重新做给你们看 第一件事情 空白地方 新增加一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我就直接取名叫做 个里 的 所得 众所税 所以 所以 接下来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是不是用群组直条图 然后 接下来我的轴 我的轴放什么呢 就是 这个 村里 轴 放 村里 然后接下来呢 我的 我的这个地方 直 直 就放众合所得税 他就会帮我把 直去做什么 直去做 加总 然后 可是 请注意一下 这个 现在是不是有看到一个 合计 这个合计是 总 total 通常我们是不显示 合计 好 因为当我们今天要去 比较的时候 你放了一个合计 这样子就变成一个 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落差 所以合计 我们是不放在这边 做视觉化 所以呢 在筛选 筛选这里 是不是有一个 村里 村里 麻烦请勾 全选 但是要把 合计 给拿掉 合计化 123 456 6话 所以还没到 因为时代不好找 干脆我就直接把它找出来 这样听着懂我的意思 找出来 然后去刻意把它关掉 好 这样子的话 这个比较 其实是 虽然是这个里的一个排行榜 但是我觉得 那这边有一个存在不公平的事情 就是说 假设这个里人很多 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就没办法去很公平的 公平的来去做 一个比较 好 那就请你们动手 先完成这张图 各里 text的一个比较 统计图 那 接下来 接下来 我等于是说 我现在 我想要算的是 这个里 它的一个 平均 平均 缴缴所得税 的金额是多少 对不对 各里 各里 平均缴 缴所得税 的一个 计算 我就要拿 人口数 来校正 有听懂我现在的一个算法 所以 所以这里面会不会有人口数 不会啊 请问一下 这是不是 这应该是财政部的单位 试出的资料 会有人口数的资料吗 不会 台北市人口数 各 行政区的人口数 各 村里的人口数 请问 绝对不会是财政部公布的吗 对不对 那是不是 别个单位去公布的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再去别个单位去找 开放资料 好 那 这个是台北市政府的 那个 他们公布的人口统计资料 我就不再带你们去找开放资料 但是呢 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下载下来了 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下载了这个人口的资料 我已经把它放在我的 低潮底下 这个地方 可以了解吗 好 你们应该有这个资料吗 好 那 我 怎么样去把这个105的people 台北市的people 叫进来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 常用 常用 取得资料 然后接下来 因为我给各位的是什么档案 因为我给各位是一个 以下的档案 所以在这个地方 你取得资料是不是也是取得 e-sale 然后接下来 第一磁碟机 这个档案 开启 可以吗 你要自己去找到你那个105people 这个e-sale档案放在什么地方 好 点选开启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观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只有一个工作表 只有一张工作表 好 对 就是这一张 然后点选载入 其实他刚右边他会出现内容 只是他跑不出来 我就不给他跑了 这边做完之后 是不是有一个工作表 1 这边是不是会看到column1 column2 所以我们是不是等一下又要再去调整了 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什么事吗 我们看一下 叫进来的这个资料 这个叫什么 理 这个 我不知道它叫什么 但是 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一个 人口数 或者是家庭数 然后这个就是人口数 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 可是在你看到column1 column2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是什么 对吧 好 那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去调整 调整 好了 那我们先不调整 我们先把这个资料表叫进来 所以我们先点选就是取得资料 请把台北市的人口资料叫进来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我要提醒你一件事 就是我现在做好 我现在是不是做好了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叫2020-0114 我们现在去观看 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当我们现在 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我想 慢慢的去 跟你分享 分享什么呢 这个资料表 其实在叫进来的时候 我先给你们看 它本来长什么样子 它是一个以色谣档案 它的资料原本的样子 讲这样子 工作表的名称叫工作表1 然后接下来这边 这是不是标题列 不是标题列 对吧 这个才是标题列 对不对 然后这里面 不管它有什么 反正至少有总计 这个叫记录 第一笔记录 第二笔记录 第三笔记录 反正它就有很多很多的记录 然后这边 我重点是要这个标题列 跟这些记录 这一个资料 我是不是要删 第一笔 现在看到第一笔 我是要把它删掉的 可以哦 然后这边 我里面有很重要的人口数 人口数 像例如说 专 庄净里 因为刚刚那边是不是有里 庄净里 有多少人 有多少人 人数在这边 5602 我要的是这个里 的人口数 好了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我是不是应该应该使用 就是说 把这资料正确的读进去 可是刚刚读进去的结果 读进去的结果 这边看到结果是不太正常的 工作表1 column1 这都看不懂 所以这个时候该怎么做呢 我们是不是要去编辑查询 编辑这个外形的改变 其他叫做模型 然后 常用底下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点选编辑查询之后 针对工作表1 工作表1 我们要进行修改 好吧 因为它现在不呈现出来 不呈现出来 我就因为记忆体不够 我只能先关闭并套用 然后储存 再把这个档案重新打开 一样 不要开软体 直接打开我这个范例 稍微等一下 我先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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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好 那我接下来要针对工作表1 来去调整 所以常用底下编辑查询 编辑查询 然后工作表1 那我接下来要针对工作表1 那这边大概了解说我应该把第一列第一列当作是标题列 对不对 为什么他这边colon1 colon2他认为说没有标题 那是因为你看他的第一笔记录 那是因为你看他的第一笔记录 这两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只是把这两个东西怎么样 变成标题 还不够 还要再做一次使用第一个资料列作为标题 可以吗 请问一下我们需不需要这个总记 其实是不需要总记的 但是反正它是记录 至少在这边已经区分出来 这是标题 这是记录 可以 这是记录内容 好了 接下来我就要点关闭并套用 也就是点这个按钮 点选了关闭并套用之后呢 我们的工作表1就恢复正常了 可以吗 工作表1是不是就恢复正常了 好 不是刚刚的colon1 colon2 所以请你们去做模式的修改 这个 跨两张资料表的分析是很重要的 我先把它继续讲完 这边工作表1 其实可以重新命名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people Enter 这样的话我们就有 人口数跟什么 所得税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哦 人口数里面 人口数里面哦 它只有一个区域别 区别就是那个里 那个里 然后这个里呢 跟这个所得税 这里的村里 其实是要配对成功的 对不对 就是理论上 理论上哦 两张资料表 这张资料表 人口数里面的村里 人口数里面的村里 它应该要对应到 text里面的这个村里 就是它的区别要对到这个村里 所以在关联这边 所以在关联这边 text的村里 是不是要拖曳到people里面的区域别 可以吗 就是这这一定要对应到 一定要对应到 可是前提是这边要完 这个people要完成嘛 所以你们因为没有完成 我们就我先这边继续去完成 看我能不能做完 师傅我们直接改那个 那个 直接把那上面改掉 我只是要告诉你 因为未来 你可能拿到 我们还要再读入的是 例如说 2016年的人口 2017年人口 你不能去告诉台北市 就是发布那个人口的那个单位 麻烦你按照标准 不要再把那个无关的字放在标题里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你现在做这件事情 到时候你资料其实 可以换 例如说改成用资料夹的方式 直接把资料丢进去 他都帮你把模型建好 其实我们现在在这边 我们不以改它的原始资料为目的 好 那当然啦 当然 你 假设 假设现在我们来做一件事情 就是刚刚是不是有一个人口数 我的人口数资料在这里 陈如刚那位学长所说的 你就做一件事 把它删掉 可以吗 把第一列删掉 工作表换成什么 people 然后 储存 以下关掉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你就必须要点 重新整理了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只要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现在不能这样做 我要做的是 我要做的是 因为我已经把它改成功了 等一下你 你不要动工作表名称好了 等一下你不要动工作表名称 你只要动这个 你不要动 这个好像叫工作表一 这边你不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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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吗 然后 然后麻烦请你把那个 以下 那个上面删掉 然后再点这个 重新整理 这边就 恢复了 好 好 电梅刀清门不停 现在动手做一下 这个 这个 采摩